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呻吟的话呢 我的神啊 我日间呼求 你不应允 在晚上我还是不停止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列祖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 你就救他们 他们向你哀求 就得拯救 他们倚靠你 就不失望 但 我是虫 不是人 是世上所羞辱的 也是众人所藐视的 看见我的 都嘲笑我 他们撇着嘴 摇着头说 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 耶和华既然喜悦他 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 然而 是你使我从母腹中出来的 我在母亲的怀里 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 就被交托给你 我一出母腹 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灾难临近了 却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着我 跋山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 他们像我大大的张嘴 像抓丝吼叫的狮子 我好像水被倾倒出去 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 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枯干 我的舌头紧粘着上额 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 他们却瞪着眼看我 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 又为我的内衣抽签 至于你 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力量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搭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 搭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 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脚 你已经应允了我 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名 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 敬畏耶和华的人啊 你们要赞美他 雅各所有的后裔啊 你们都要尊敬他 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啊 你们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不轻看 不厌恶受苦的人的痛苦 也没有掩面不顾他 受苦的人呼求的时候 他就垂听 在大会中 我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我要还我的愿 受苦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帝的四集都要契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 因为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 他是掌管万国的 地上所有富足的人 都必吃喝敬拜 所有下到尘土中 不再存活的人 都在他面前屈身下拜 必有后裔服侍他 必有人把主的事 向后代述说 他们要把他的公义 传给以后出生的民 说明这是他所做的 有点赞美 好 主要付你 我们有很大的 移民 熊